首先我先請教一下我們的公履數處長 在109年城市好履數的評比的部分 我們的總分是拿幾分 跟李議員報告 目前觀光局的相關調查的結果細節並不公佈 他只公佈結果 我不相信你不知道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也想拿到細節 跟他討論那樣細節合不合理 我告訴你好不好 50.4分 你們評比裡面總共有8項 有5項是0分 到底真的有在做事嗎 就覺得好奇怪喔 好 那你們在違法的部分 你們在違法的部分有351件 到底有多少人在機查你說 我們目前的機查員是4個人 4個人而已嗎 是 我明明看到中央的寫的跟你們的一個建議事項裡面寫到4 6個人 中央給你們4個 是不是你們有2個 我們有2個 這個是在做相關的財法的相關程序 那跟這些機查有沒有關係 當然是一起的 所以你們有6個人嘛 你還說你對外都說4個人 對不對 你要掩蓋你做的不好嘛 所以因為都說人力不足 所以才會這個樣子嗎 6個人一樣人力不足 6個人人力不足 好 一定 一定不足 是 但是你有在做總是要每年有進步啊 可是你有進步嗎 跟越遠爸爸我們每年都有進步 從108 109到10 我們每年都有進步啊 有進步嗎 當然有進步啊 財法的結果來講 1084件 109 我記得是26件或28件 到目前 我記得我們已經40件了嘛 42件了 每年都有進步 他們 他們跟你們的指證說 去年292家 今天 今年 增到 又增加了293家 但是我們看你們的 你們應該有297家 不合法 為什麼會增加 不合法 全國都在增加 全國都在增加 當然是啊 所以因為表示 你們不認真嘛 你們不認真嘛 對不對 你才只有50.4分而已啊 八項裡面只有 八項裡面的評比 就有五項是0分的啊 所以 0分耶 0分表示沒有在做耶 呃 是不是那個0分有沒有在做 我們會再跟觀光局來做最後確認啦 對 我還是要跟 呃 我們確實很認真在做 然後 這個工作 是要公私協力一起來完成啦 嗯 我們也跟呃 綠人保證我們會持續努力來進行 喔 這個部分 呃 我們真的會努力啦 努力 這樣子對合法的業者會不會不公平 呃 反而對合法的業者 以濫線的執行方式是公平的 怎麼說 呃我們 我們針對合法的業者 其實 公安局希望 就算合法的業者 我們至少每年要查一次 可是 我們覺得 為什麼他已經合法了 我們每年要去把它抄一次 所以我們覺得 我們跟公 相關公學會討論 先讓他們在 他們的自主管理上面先做好 除非他們做不好 我們才介入 我們把全部的人力 來進行非法履促的打擊 我跟你講為什麼會不公平 所以這樣對他們比較公平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